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心請安靜 我們現在要開始上課了 大家同心 晚安 晚安 很高興 今天日 客戶的場面 我都坐得滿滿 祝感謝大家 大家自己鼓勁一下 祝難得 在這個要來 要來 要來 萬少 萬少 如果 照說 有的人說要去過年 實際上 我們阿爸 集中之後 我們一定跟 世界的過年都要一樣 不會過過這個中國年 不會過這個中國年 我們為什麼沒有過這個中國年 因為 隔壁 那個 派出品 他都要用國中的方法跟我們說 阿你就是 中國人 阿你就是 阿你就是 拿到 我們的同心說 東包 實在 山無高水無老 我們怎麼說 我 為例 他的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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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讓大家知道,我叫我老爸叫歐杜山 叫杜山 叫我老母叫客長 跟我說我是中國人 這樣大家去思想 這我看我們初期班、高期班 大家很清楚 我沒有了解時間 因為很多人都用這個方法 他問問你們祖先為代來的 都會用這樣的方法 我說我們祖先 那個叫鳳金王 拿出來看 有啦,唐山族 鳳金王大家知道 唐山族 兩個 沒看到唐山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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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大家就很清楚 跟林瑪麗 所研究的 DNA驗出來說 我們都有貧富之下 平富之下 平富之下的 這樣說 我們是 中國人 所以 很多方法 要跟我們說 你們 怎麼會在過中國年 對啊 人家這樣跟你們說 南美說 所以說 日本會在過中國年嗎 沒有啦 沒有啦 所以我們要有這個思考 今天是要跟大家探討的是 什麼問題 公共事務啦 跟政府的觀念啦 大家都來 寫 我們這個 回來 再來 典招 法律典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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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招 就是要讓大家 和大家 更清楚 我們這些 以後 都是 骨切人員 跟執政的時 都是要做骨切的 做鑑督的 所以 如果要做骨切 做鑑督這些 政府的重要人員 都要有這個觀念 是怎麼說 最近 一兩天啊 台 台北市啊 說 那 那個國校的意見地 不在 不在做啊 要來 創一個什麼 鑑督 不在做鑑督 講 要去花二十七億 這個 報導 大家感到不知道 可能這兩天而已 大家主要 這兩天的 之前回去補充再偏看 再看電視新聞再看 他的目標說 台北市要辦一個大學運動會 世界大學運動會 所以他還要去一個什麼 台北市要去一個大學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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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中間在這裏 要把錢搞好 台灣啦 所以這 要讓大家說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 執政之後 每一個 骨折人員 感動人員 心來一定要成功 我們現在要做 是不是對人民 勝利 而成本 都要了解 所以 這點時間 因為 我接的課表 是 點半 到這個 2.5分 不知道有更加 沒有更清楚 沒有更加 1.55分 好 所以 所以 我把重要的 觀念 讓大家知道就好 大家 一定要記得 我們執政 要讓人民 會得了解 說 跟其他的 東牌 不一樣 就不一樣 這樣 大家清楚嗎 有 我 這個 很重要的 要讓大家知道 我 這幾點裡面 我跟 大家說 全部的 這是很重要的 我 先說 什麼叫做公共事務 公共事務 大家要了解 都是由人民的問題來解決人民的問題 要 要 要 讓社會 比較好好的 還是比較好 在福利上 和我們國家的安全上 來 制定 一些 這個 執政的 國中 事務 活動 這叫做 公共事務 啦 大家 沒關係 我都 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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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個傢企 拉扯回去 慢慢地 慢慢地 如果 有人叫 、まで 少年 有條 bre 什麼叫做公眾事務 大家去看看 這 我的定義 這樣啦 我們 我們一位職業,我們舉行新春參會 他說這是什麼? 一切為八千的施衝 我們一定要跟日本政府和其他國黨的觀念都不一樣 我們最重要,我們做的公共事務,都要為八千的施衝 我們說,出席政策是要去想到八千 我們說,EDC,公共建設,公共建設 他們都去想到什麼? 都要跟收支,要讓財團利益 我們如果接政之後,就要去想說 公共建設是人民的稅金 哪會要去說,我會用這條路 哪會以前說,我們在看高雲 以前看高雲怎麼說 這條路我開的,像我知道的,我要收過路 你要有這條路,像我知道的,你要有這條路 中央的東西都漏漏了 你人會得過,中央的,他要愛什麼 鄉媽要求過路 這跟我們更進步的現在國家來說 這就是公共建設,沒有為到八千施衝 所以我們阿爸都是做,當然這要有更進一部分 更進一部分,要了解成本 那成本是什麼? 我們比較簡單的說,是基礎 我們再看一看一看 我們這個基礎,我們看到成本 成本裡面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資本和基礎 跟收的基礎,收的基礎 就被被費用了 如果沒有就損失去 這沒有用料的,要老的,變財 這是一個在管理成本裡面 我們要了解的 你如果是達成本的,應該都很清楚 我們現在來說 這個成本 如果我們這個成本 考慮不當或是忽略 這就變成了 導致這個決策上有很大不利的經濟後果 這是怎麼說 這很重要的 你因為,你如果是 資金 你就沒有那麼多,我們的財產一定 我們說一個比較 天然資源一定是有限的 那個也就是說,我們的主權一定有限的 你如果 黑白它開,黑白它用 都在這裡什麼 說要慈善 要借錢來做 借錢來做 你,在這裡借,在這裡借,在這裡開 我們說要 那些借,在這裡 留給祖孫 所以說這 我們要 要清楚 怎麼這樣 那些,從國家來說 冰島跟西亞 那些 現在不是都經濟破產 這就是大家要知道 我們現在要說 身份的重要性 我們要了解說 我們先天上的線紙 每一個國家的資源都是有限的 在這個有限的,我們要來訂這個角色 都要去考慮到 你如果沒有去考慮到 就說好,在家做就在家做 做到沒有的,到時候 國家就要破產了 這,我們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企業是價值極大化 如果國家是要說 等於說 國父啊,勉強人民 給人民很大的幸福 那角色的是,在做什麼? 我們現在所謂做角色的 就是政府的人員 都要有這個精進到這個義務 讓我們的資源 那個 價值極大化 就是價 最大的 創造最大的利益 這就是要讓大家 比較清楚 我們現在 現在他說 我們有幾位跟預算 變成了 我們現在 這兩位 以全本管理的重要性和管理的控制系統和管理的功能來做比較 現在國家的管理和企業的管理慢慢都一樣 等於是一個國家就是一個公司,這個公司的經營都一樣 我們有的說,他做... 建議中心,就是成本中心、利潤中心、投資中心等等 他去規劃,現在是讓大家參考就好了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我們盡量這個扣回去 盡量這個扣回去,不要說太多 我們現在要讓大家了解,成本有幾種成本 有這些成本,這些成本讓大家沒什麼要緊要知道 好,這讓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我們最重要在什麼地方 要跟大家說,這應該大家要知道 變動成本跟過程成本這個關聯大家要知道 所有的成本跟分,你的成本就是... 開銷跟分,我們要分,這是過程要開銷的,還是...做一項事情 成本就是成本,這個成本就是成本,成本是成本的成本 我們叫做變動成本的成本的成本 那如果過程的就是說,無論怎麼樣,我們比較簡單說 我們比較簡單說,更喜歡的 你如果開銷,問一個打開 水,要什麼?水電,造金,人工的費用 無論你有生理,無生理 這都要付出你,這叫做什麼?固定的啦 變動的是什麼? 不是,我們既然說買一塊水,我們掛進來五塊,我們買十塊出去 這個五塊啊,就是變動的啦 我們買十塊,十塊 那我們的成本要多少?五塊啊,五塊啊 這就是變動啦,這樣大家有這個觀念 我們就要了解 現在說,什麼爺的啦,我們在... 有在... 唱一個... 說... 有的說比較頑調 說...你們爺就要創什麼什麼什麼 我們的行政官員說... 爺嘛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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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說,他現在還做那麼大公 要蓋一個辦公廳啦 不知道 錢就要把它開啦 大家不知道這條新聞嗎? 知道嗎齁 所以...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什麼? 要讓我們的... 啊... 財政、財務,讓你增加 阿伯亞跟... 潘英修兵,一樣啦 我們... 潘英修兵,他說...哦,多繁榮,多繁榮 好... 他裡面... 還是... 很落後 耶 沿岸這邊... 在這個沿岸這裡... 要... 比較好過 有...比較開發過 到... 裡面... 齁... 是... 很落後啦 齁... 啊... 這就是怎麼樣? 要... 要把我們這裡... 錢給它用完後 我們這裡的... 啊... 不艱苦 你們只要去顧沙灘而已 沒來去管人啦 啊... 就...啊... 什麼人來做啦 一樣啦 大家說... 我三... 啊... 三等各位爸就好啦 什麼人來做啦 一樣啦 是不是... 他要切除這個... 所以... 政府的錢... 我們交稅的錢 不想說... 我們怎麼去發展 讓我們的經濟更好 不是啦 都在想那裡有空 沒正的啦 啊... 什麼叫做半變動成分 這要知道啊 半變動成分 就是說... 我... 我用簡單的例子 大家知道齁 半變動成分 就是說... 我們... 民間上... 我有這個問題齁 大家要注意齁 說...這間公司在這裡做得很好啊 會... 再... 擴廠 再擴廠 擴得更大一點 哇... 半那裡... 再擴大 做兩三年了才怎樣 關起來啦 有這種的情形嗎 沒有啦 很多嘛齁 他那時候怎麼要擴廠 他可能... 不知道... 半變動成分是誰 更簡單 你一台機器 可以接一百機器 的東西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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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你擴... 一百... 二十機器 你... 要幾台機器 這樣去想... 我們一台... 可以接一百機器嘛齁 他現在... 要跟你擴... 一百...二十機器 你... 你就要再去擴... 一台... 什麼... 隔起來應費嘛 這樣... 對嗎... 不對啊... 不一定... 不一定... 對啊... 欸... 我又擴... 我的... 店人... 餐家嘛 餐家嘛 餐家... 安老pelern子啦 阿... 家母也說... 喂... 到底算... 所以... 他說,他在這裡做得很好,再拔下去,再擴大,他還在增加,到後來逛逛逛 很多很多來 這就是什麼?這就沒有了解這個問題 萬兵等成本 當然這如果有一個方法,你如果怕再去接這20個 所以跟同業之間 這20天,我幫你同業去做就好 大家又好,他接著拐,幫我幫你做 我接著拐,幫我幫你做,請你,大家都在發展 這給大家去思考 再來 可控制跟不可控制 再一個簡單的,我們在塞車,說會塞 一萬公益就要去 Service,要去保養 正常 保養肺就是在裡扶 這個保養肺,要扶多少,要扶多少,我們會在控制裡 欸,有當時那些塞塞的說去撞就開了 哇,那個就像裡面底盤扶掉 那就是不可控制 那,我們要去思考,我會去就不可控制 所以說這個要去了解一下,讓大家知道 有關跟無關,這都可以避免跟不可避免 好,這個大家要注意 什麼叫做全貿成本 這就是 我們說要廢核四啦 核四,我們現在說要廢掉 你 如果要停掉 有說我們現了多少 那種 要算的成本嗎 不可以算下去 以前就開去了 以前就開去的錢 這個政策就不對 我們要算下去 大家去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要算成本 這就不可以算了 以前開去的 以前政策就不對 你現在我們要把它停起來 停起來說,喔,我們以前就開 幾十個去了 我們的成本那麼高 這都 不可以算下去 不再算下去 這就是全貿成本 這個機會 先本要讓大家知道 這個要選定 說比較簡單的說 你 我們 這個 你說 你如果去一間家 你去的家 是要自己住 還是要做人 還是要來經營 你就 自己住 去的家 自己住 那就是我們還要算 那就是我們還要算 自己住的成本要多少錢 我們還要算出來 那 做人 做人 我們外面收多少 那如果 怕說自己來 住的 你如果說我現在做人 怕說三萬塊 我現在自己住 我就不用用那麼大 這樣乾脆做人 還拿這三萬塊 來去住 自己比較寫的地方 你不知道 這就是 如果叫做 機會成本 這樣 大家要去 去算 這讓大家 知道 因為 時間上的 關係 說到這個 這很重要 這是 成本 效益的原則 成本效益的原則是 在我們 合理 成本的實現 和有效的控制 它最大的 做效益 要大於成本 人家 參選 就是什麼 成本 都沒有在什麼 利用 沒有在利用 就沒有 沒有效益 所以 這就是 一本筆 一本筆 我們 台灣 人民 公民 全力 法案 特別規定 我們 邊的預算 我們邊的預算 二十九條的規定 要按照 一本筆的大小排列 小於一的 不能執行 這就是 我們 跟 劉邦政府 跟其他的政府 不一樣 他們不是 他們現在 後來 公開招標 招標 招標 對了 這來什麼 這 這 再來 最佳預算 都這樣 所以說 我們沒有這樣 我們就是 按照 一本筆的大小排列 小於一的 不得執行 這就是 要來 杜絕 這個 說 依法行政 按照公開招標 什麼 來做 我們這要做 這個 要讓大家 了解 這個問題 最後 要跟 大家說 身份的觀念 就是要 我們要說 就是 做好 事情 做好事情 這就是 台度 我們要執行 跟這個 有做 好 跟做 對的 事 要做好 事 跟做 對的 事 做對的事 就有心了 所以 我們在 這個行 的時候 我們 做一個 台灣民政府的 公務人員 你一定要 態度 一定要做好 事情 做對的事 一定要 有心 那這樣的話 那 都必須要有 這個成本的 觀念 我看 因為時間上 過 多分 很 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 簡單 跟大家報告 希望 把這些 資料 有隨身 跌的 抗回去 我們再來 做一部分 探討 感謝大家 到現在 結束 各位同心 下課休息 休息到 兩點五分 各位同心 下課休息 休息到 2點5分 上課 謝謝 下課 台南州 李美姓小姐 台南州 李美姓小姐 麻煩到一樓辦公室以下 麻煩到一樓辦公室以下 下課